通灵家帕克先生曾经语言 特朗普将会遇到麻烦 如今他已经被起诉 也会背叛有罪 那么他还能够参加大选吗 帕克语言说 他必将赢得2024年的大选 他会有一个很给力的女性黑人竞选伙伴 帮助他渡过难关 你能想象一个被囚犠的总统 该如何行使他的职权吗 特朗普也可能会遭遇暗杀 而拜登可能会在那次选举之前生病离开 而世界终极对决的大决战 正在印象中 大家好 我是奇文 今天奇文还是要来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 通灵家帕克先生 4月1号发布的最新视频的语言内容 在这一期视频中 帕克从精神和心理的角度 给助了他对世界特朗普2024 以及以后的见解和预测 2021年的2月份 美国的迈哈顿地区警察官办公室宣布 他们已经获得了数百万页的有关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的税务和财务的记录 此举标志着对特朗普商业交易的长期调查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并引发了潜在起诉的可能性 从那以后 关于特朗普是否会面临刑事指控 以及这些指控可能是什么的猜测 一直很普遍 那一些的法律专家认为说 他们可能会以税务欺诈 银行欺诈 甚至妨碍司法等罪名来起诉唐纳德 2023年的3月30号 美国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涉嫌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 向色情电影女演员史多美丹尼尔支付 眼口肺仪式 而被这个迈哈顿的大陪审团起诉 成为首位被起诉的前任或现任的美国总统 即便是丑闻如克林顿 也没有享受到被起诉的待遇 此外呢 特朗普还面临34项 一级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 未来他有可能还会受到更多的指控 这为2024年的11月份的总统大选号 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目前特朗普已经宣布 将代表共和党角逐明年的总统 在美国历史上 前总统此前还从未受到过刑事指控 更不用说一位仕途再次参选的前总统了 帕克先生说 对此他没有任何的政治偏见 但他确实觉得那里有点乱 民主选举遭到破坏 帕克先生认为 其他总统的候选人 比如像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 都不会成为特朗普的有力竞争者 特朗普一直以来得到共和党的支持 特朗普将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最热门的候选人 帕克先生说道 起诉特朗普是民主党人在绝望的 试图用这种手段在政治上来打击特朗普 他坦率地说 我认为这绝对是令人震惊的 但是没有关系 根据我的预测 我一直在说将会出现不寻常的情况 2024年的大选 我看到特朗普遭到难以承受的打击 迫使他不得不使用迂回的方式来保持斗志 但我觉得对手是达不到目的的 想让一个总统候选人呆在监狱里 试图给他打上道德污点的烙印 这个想法非常的有趣 但是他们达不到这个目的 有粉丝说 他虽然不认为特朗普是好人 是圣人 是干地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很多方面 他却是能够对抗正在发生的一些恶势力威胁的 唯一的一张牌 对此 帕克先生回答说 不仅仅是在美国 而且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民主受到极大的威胁 破坏性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内部 还来自试图秘密控制世界的黑暗力量 帕克认为 非常强大的左翼势力 马克思主义思潮势力 实际上正在试图破坏社会和破坏民主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战争正在进行 战争正在乌克兰进行 但是这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冰山一角而已 一场更大的战争 欧盟和西方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战争 正在秘密进行 伊朗也会参与其中 甚至还有巴基斯坦人 但是有人在努力试图拯救和平 避免人类自我毁灭和社会大分裂 特朗普可能会被定罪 还能继续竞选总统吗 帕克说能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皮尔斯说 宪法并没有任何内容阻止一个被定罪的人当选总统 总统职位只有三个宪法要求 他或他必须至少年满35岁 是自然出生的公民 并且在美国居住了至少14年 专家表示 如果特朗普在纽约的指控中被定罪 他不大有可能坐牢 因为法官是很少对伪造的商业记录的初犯判处监禁 然而其他的刑事调查 包括关于他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调查 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指控和可能的监禁 皮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 那将是真正前所未有的情况 在那种情况下 美国将迎来一个被定罪的重犯当总统 皮尔斯还说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监狱里 如何能有效的来担任美国的总统 但宪法中没有任何的内容 可以阻止某人在被监禁的同时成为美国的总统 目前法国人因为养老金的问题正在动荡中 帕克先生感觉有人在火上浇油 背后有势力在推动 这个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和平示威 都可能很快演变成暴力活动的原因 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必须为世界接棒 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比它更强大 我们必须求助于美国 所以美国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2016年 特朗普在赢得的那场精选活动中 花费了数十亿的美元 13万元的封口费其实是不值一提 但现在却被打做文章 被用作阿克流斯之种 不仅要打倒共和党 还要打垮整个的美国政治 阿克流斯之种是指人体的后跟部位 也被称作跟剑 这个词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克流斯 阿凯利斯 据说他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 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他的身体唯一的一个弱点 就是脚踝的部位 因此当他被射中脚踝的时候 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因此阿克流斯之种一词 也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或事物的致命弱点 帕克先生认为 特朗普最终会赢 他会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获胜 这与特朗普的智能有关 也与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个人有关 就是那一位黑人的女性竞选伙伴 帕克觉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特朗普被起诉的时候 他将赚得很多的钱 这件事情将是绝对的戏剧化 绝对的令人难以置信 帕克先生还看到 在这个费城的高高的台阶上 正在举行一种大型的表演 这会是美国人民声援特朗普 反对建制派的活动 特朗普会被判决有罪 并被要求接受轻罪的指控 而这正是政敌们要追求的目标 但是事实会使得起反 帕克认为那些犹豫不决的美国选民将会投票给特朗普 帕克又说 我不喜欢特朗普 但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们将不得不恢复自由秩序 必须开始解决与中国有关的其他的问题 因为正如我在其他的预测中所说 中国带给世界的压力会大大的增加 还有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力量带来了压力 帕克在很久之前就说过 俄罗斯中国越来越走在一起 一起来反对美国 最终会发生突变 所以特朗普将在2024年站稳脚跟 相信他最终会赢得大选 特朗普不会反对拜登 拜登会离开 在2024年选举之前 他们不会让拜登成为候选人 这次选举的主要决定因素 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还有应对俄罗斯中国的问题 还有注意加密货币 在2024年初的那个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 当这个加密货币开始跳水时 这都会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产生影响 可能会有很多的经济压力 帕克先生在这段视频中 还谈到了另外的一件事 那就是他做了一个暗杀的梦 帕克先生说 我想如果我是普京 或者我是习近平 我想看到美国被削弱 西方普遍被削弱 那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 那还有什么比暗杀更好的呢 当然了暗杀不一定是在总统身上 也可能是应在竞争者身上 比如说特朗普 那这样就可能出现自行分裂 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那这也正是一些民主党人 或其他人所想要看到的 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因为费敌南德大公 遇刺而开始的 曾经有人不是试图暗杀过罗纳德里根吗 甚至有人不是也对特朗普也进行过尝试吗 特朗普是在承受他前世的业力 特朗普过去曾经是一个相当圣洁的人 他曾经转生过印度人 那一世他变成了一个酒鬼 并在寺庙里度过了一生 但是帕克注意到 特朗普现在的生活中并不碰酒 他正在做的很多事情 可能是回归到他前世的传统认知 像一个传教士一样 帕克先生说他不是特朗普的粉丝 但是他喜欢欣赏特朗普为美国 和美国人民而战的态度和意志 特朗普的个性并没有吸引到所有的人 但是他在为传统价值观而战 他也会得到世界领导人的尊重 因为他们都敬畏他 普京习近平都对他有所忌惮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 但是帕克不认为特朗普真的可以做到 因为分歧太大了 但是帕克先生认为 特朗普将成为帮助美国再次在世界舞台上 找到自己位置的人 特朗普将使社会变得良好 他将再次帮助美国恢复金融地位 最后帕克谈到有一种感觉 我们将看到一场相当大的金融危机 他认为金融危机将进入2024年 而世界的转折点大约在2025年和2026年左右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奇闻的影片 就请点赞留言和订阅 电话行空天上地下街台相说 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